10號晚間 台中的清泉岡基地 氣氛顯得相當緊張 多架IDF戰機陸續升空 往台灣海峽上空飛去 大陸航母遼寧號 在動物2C型導彈 驅逐艦鄭州號海口號 以及動物2D型導彈 驅逐艦長沙號等艦艇的護衛下 在10號晚間9點左右 以無害通過的方式 進入台灣海峽 沿著海峽中線以西的航道 往北行駛 空軍出動了E2T 空中預警機以及P3C反潛機 也隨即升空全面監控 而在嘉義基地的F-16 和台中清泉岡的IDF戰機 也緊急升空警戒 至於新竹基地的幻象戰機 也在深夜待命 隨時支援 國防部這次會有這麼大的陣仗 就是因為路過台灣海峽的遼寧舰 並非2013年那時候的陽春艦 現在航艦上 載有10多架的殲-15戰機 和多架艦載直升機 雖然目前殲-15還沒辦法 在夜間進行起降作業 不過為了避免擦槍走火 國防部長馮施寬 還是坐鎮橫山指揮所 全程監控 相關的狀況 我會全程監控 遼寧舰選擇在蔡總統出訪時 艦隊進台灣海峽北返 11號早上7點 已經進到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正沿著台灣海峽中線 朝西北航行 而國軍也會持續海空全面監控 直到遼寧舰北返離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